重點為止 就是有一個 荷蘭的名畫 賭人奶的女孩 So 是賭牛奶的女孩 й획 今天我來看藝術品 不是這些藝術品 這些都是藝術品 不過今天是看條件 iets detect 美津龍和荷蘭國家藝術館合作推出的一種鞋款 常常開箱給大家看什麼 藝術的東西都不能等 馬上來了 好,開箱之前記得 CLS, 留言, 和分享 和旁邊的小鈴鐺 如果我有新的開箱片, 穿搭片, VLOG 那些東西 你就第一時間知道了 如果想大大力支持一下的話 就記得, 這裡有 Pay Me 那裡又有 Super Friends 自己做 好, 這雙鞋我覺得是值得和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我覺得這雙鞋未必會有很多人買 但是是挺帥氣的 我也是很喜歡這類型的設計 事不宜遲, 馬上開來看看 這雙是美津龍 Sport Style 的 Container 它成為荷蘭國家級藝術館 叫做 Drick Museum 不宜遲, 不懂得讀 Rike Museum, Rike Museum 對, 這樣讀的 那我先拿一雙鞋出去看看 這雙鞋外表看上去是一雙 比較old school 一點的一個 或者真的很old school 很low-tech的看上去 不是現在那些 就算是old school 款式的跑鞋 都是比較高技術一點 亦都是比較新一點的 這一種就真是很懷舊的一個鞋款 眨眼看上去是有點像NB那雙BB550 看上去感覺是很像 但那雙是一雙籃球鞋 這雙鞋頭是彎上來 很明顯是一雙跑鞋 這雙鞋有什麼特別呢 美津龍 Sportstyle 有很多款的跑鞋 這一款是比較屬於 真是很舊款式的一雙鞋款 這次特別在 跟荷蘭國家藝術館 剛才我說過了, 很難讀的名字 然後推出了一個聯城 而這次其實也不是第一次了 在2021年的時候, 其實他們已經推出過另外兩款鞋款 都是Container 還有有一款叫什麼名字呢 因為我的貓子 對了, 又是Megino Wave Skyrise 2 2021年推出了兩隊, 顏色都是比較鮮艷 而這一款, 看起來明顯是比較低調 但特別的位置就是這裡 你還是看到這裡有一幅名畫 對了, 除了鞋子之外 其他地方都會有這個名畫出現 大家在穿鞋的時間都可以欣賞一下藝術 說回一點背景 其實2021年和今年2023年 這幾個鞋款的聯城 都是來自於一個契機 就是這個阿姆斯特丹馬拉松 2021年推出的時候 那兩款很鮮艷的顏色 反應也不錯 所以今年又再推出了另一款 但是就拿走了那一雙Skyrise 2 對, 就出了這一雙Container 雖然看起來是一個很低端的跑鞋 我相信大家都未必會再去跑步 但是這雙鞋, 我覺得非常老闆 拿來襯衣服, 不能撐 亦都看上去簡簡單單 但是充滿細節 逐一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雙鞋 剛才展示給大家看的鞋子 重點為止 就是有一個荷蘭的名畫 賭人奶的女鞋 是賭牛奶的女鞋 是賭牛奶的女鞋 是一幅很有名的名畫 這雙的名畫 除了在鞋舌上 用了一個類似券面的質感 印刷在上面之外 其實 兩隻鞋 先拿出這些臨實材料 鞋子 先拿出這些臨實材料 但是一拿出來大家就認得了 雖然未必知道它叫什麼名字 但是也是有似曾相識的 對, 小弟都有讀過藝術 所以我都略知一二的 這個呢 兩隻鞋箭拼起來就變成 可以看到多一點點 整幅畫的樣子 鞋子兩邊都是一樣的 就不會說把兩個鞋子拼起來 哎呀, 看不到 這麼難搞的 就不會說把兩個鞋子拼起來 才看到一幅畫 兩邊都是看到這個賭牛奶的女鞋 然後還有一些細節位 大家要留意一下 這裡 鞋子欠這個透氣孔 你不要普通以為它是透氣孔 那麼簡單 它裡面其實 不知道這裡看不看到 Zoom到這麼近 其實它也是有一幅畫 在裡面一個布 是透度的 對 這個洞洞 裝進去就看到 有個鞋子在這裡倒牛奶 對, 牛奶 兩邊都看到的 都是一個挺有趣的細節 但可惜的 其實不是說看得非常清楚 你是隱隱約約的 看到裡面有幅畫 屁股 後端兩個位置都有 可以看到 Mijunno Logo 這一個 不是很肯定 但應該是跟雙方聯繫有關的 一個Logo 應該是荷蘭方面的 整雙鞋子 基本上都是用這個鏡皮製造的 但鞋身這些位置 比如一個Logo 就是皮革 然後 這裏就是用一個 摸上去都很高質的 有一個網眼布 不是現眼布 是網眼布 對 然後 神經病 然後這雙鞋 除了這一個 很跑鞋的鞋帶 藍色上面有一些白色點點 pattern 另外它也是送了一個 米白色 上面有一些黃色 灰色的間鞋 對 整個整體的感覺 低調得來 充滿細節 對 又是說這些 好 試穿穿穿 看看吧 好 今次就玩了一個街頭 混合 雖然這雙鞋是比較 古代的設計 但我覺得不一定要 每次都要全身古代的玩法 我自己都是偏向這一種 比較混合的玩法 但顏色上也有少許配合 因為這雙鞋是有少許灰色 米白色的 我上身都是這些灰白色為主 趁現在天氣不太熱 我就玩了少許 layer 對 一件白色T恤 外面就加了一件 Needles 的背心 對 變了有少許層次感 然後這條短褲 就是我早前去了台灣旅行 一個台中的一個牌子 都是主要一些軍工裝 一些街頭的服飾居多 這條褲挺帥 是有一個暗格在這裏 它是一個叫做Tai Chung Cam 的一個牌子 有興趣大家去研究一下 當然在這個墨仔上面 都呼應了衣服的顏色 一個白色配合一個白色 上下就會有少許呼應 這雙鞋整體穿上去的感覺 真的好像平時Air Force Download 甚至乎是New Balance BB 550 的感覺 雖然它是一個跑鞋 鞋頭這個位置有少許向上跳起 變了跟平時的籃球鞋有少許分別 但整體穿上去的感覺都很相似 這雙鞋輕輕有少許包腳 它不是一些很寬鬆的設定 所以如果肥腳仔記得 就要買大半號 最過癮的地方是鞋舌 露了出來便會見到這幅 賭牛奶的少女 這幅名畫在這裏 有兩個頭 所以我為了露這個鞋舌 鞋帶亦不會綁得很高 最頂的大洞洞和最尾的洞洞 我都沒有綁得到 這樣才可以展示到鞋的細節 這雙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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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雙鞋應該不會特別窄 這雙鞋 這雙鞋 我這雙鞋是US9 我平時也是穿開US9 我這雙鞋 這雙鞋不是太過肥厚的話 我覺得也是剛剛好 但如果我建議大家 如果腳比較厚一點的話 買大半號穩陣 因為這個位置 鞋頭這個位置 比想像中它是扁一點 窄一點 所以如果你穿上去 會輕輕有一點迫腳的位置 我自己的腳不厚 所以我覺得是OK 如果大家自問腳比較肥 就建議買大半號 就好了 不一定是這個糧成的系列 這雙Container 大家也可以考慮 第半號穿 好,今天就這麼多 記得還給朋友聽 今天自拍號 又說美津龍 不過這次跟大家去看藝術 去到荷蘭 和荷蘭國家級藝術館 cours over 這雙Container 上面有倒牛奶 倒牛奶的女孩 記住 就這樣 下次見,拜拜